这只白鹿真是太倒霉了 竟然被几条鳄鱼围攻 简直就是无路可逃 要说鳄鱼捉鸟也是有些手段的 只见它头一歪 瞬间就把鸟捉住了 好家伙 还真是猝不及防啊 没想到鳄鱼连鸟都能捉住 这水中霸主果然是厉害啊 只不过就是肉少了点 还不够塞牙缝呢 我们再看看这一只白鹿 就更倒霉了 它被鳄鱼咬住了爪子 这么大一只鸟都能被鳄鱼偷袭到 不得不说鳄鱼果然是有些手段 白鹿还在拼命挣扎着 正在琢磨看看有没有逃跑的机会 可就在这时一条更大的鳄鱼冲了过来 直接就咬住了白鹿 而白鹿的小体格子根本就不堪一击 哪能经得住鳄鱼那大嘴疯狂的摧残 估计这一下子白鹿就已经古断惊蛇了 此时这条鳄鱼想要独吞这只白鹿 正准备要吞下去 可其他鳄鱼怎么会同意呢 然后飞快地游过来 直接就和它抢起了猎物 可怜的白鹿就这样消失在了水面 而它的命运也只能沦为鳄鱼们的食物了 这个时候开始解决这些人在用尴尿上的水面